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特戰英豪系列影片 我是乖子 3月初特戰英豪正式進入4.04版本 到今天已經有約兩週的時間 除了熟悉一些實戰改動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地圖的某個角落 多了一些新的卡片 對對對 就是彩蛋 而且幾乎每張地圖都有 就單單ABC遺落境地是空的 如果你是個非常喜歡劇情 想要自行摸索的 那這部影片你可能要先關掉了 因為今天就是要幫各位整理 所有的彩蛋內容 爆雷部分是一定有的 但我先說一下 其實我對特戰英豪的劇情不是這麼了解 單純只是用來推測新角色和新地圖 當然想要補充劇情的 非常歡迎留言在下方 OK 進入正題 歡迎各位來到特戰英豪世界 首先是我們每天上線必到的訓練場 地下室這個地方 我忘記是在哪個版本新增的 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裡面的資訊幾乎是每個版本都會更新 來到沙發這邊 先給各位聽聽看第一段的原詩語音 he claims the work is too impressive and if cypher's impressed we should all be very concerned you need to put the omega plants on hold we are far too exposed to fight a war on both fronts this blackmailer is the priority now we need them found or dead 我大概翻譯一下 先說翻譯不會是100%正確 但一直是相近的 蘇法對布什東說 我不太明白 我們的秘密明明藏得很深 但卻被勒索者發現了 他們掌握了我們的一切 雖然他們沒有向公眾洩漏我們的檔案 但他們隨時可以 而且他們把社福視為競爭對手 布什東你需要暫停Omega計劃 我們暴露在太多的危險中 無法在這兩條戰線上作戰 這個勒索者現在是首要任務 我們需要找到他們或死去 第一段 這個勒索者應該就是特戰一毫裡 所謂的反派角色 至於反派會不會成為特務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第二段語音 這段是五回復隊布什東說的 我們不能再把他拉下來了 我們需要更多的偵察兵 你不要再依賴書法了 我知道你信任他 他確實有這個能力 但他只有一個人 而且他已經精疲力盡了 還有社福網路非常寶貴 但他不足以取代我們對現金特務的需求 我們輸了 布什東你知道的對吧 如果我們還想要生存 那我們需要更多的信息 我們需要更多的眼睛 第二段的重點就蠻明顯的 你不要再依賴書法了 我們需要更多的眼睛 從這兩句話判斷 新角色高機率為先鋒 因為書法是先鋒定位 而且在特戰一毫裡 拿情報的角色幾乎都是先鋒 那除了這兩段語音 在後面桌子的地方 還有一封信 就是那個勒索者寫給布什東的 我說過不要試探我的底線 你們以為那些偵察小道具 跑來跑去我也沒發現嗎? 書法找不到我的 社服也拿我沒辦法 哇這動畫超秋的耶 他到底是何方神聖啊? 你們的所作所為只是在浪費我的時間 如果你們沒辦法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就會公開你們的資料 然後這只是個開端 這封信很明顯就是告訴玩家們說 反派的情報實力是在書法和社服之上 然後你們可以注意到 信封左邊有個眼球圖案 對!跟這次通行證的卡面超像的 而繞扯又很喜歡在卡面暗藏新角色 又或者新地圖 所以這個反派也許就是新角色的預告了 反正不管是正派、反派都是圍繞著情報在走 八九成能確定先鋒定位 實力更是不容小覷 OK 我們跳出遊戲來到主畫面的地方 也有他的影子 凱咒的手環瞬間也被他控制了 是不是代表著他也有KO的抑制技能 真的是令人期待啊 那除了凱咒還有布什東 我沒記錯的話 布什東的平板畫面跟上一個版本不太一樣 看起來好像是在呈現某個地區 有可能是預告新地圖的樣貌 但光看這個不太清楚 是一座城堡嗎? 然後被圍住有一點羅馬競技場的感覺 不知道如果觀眾們有想法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再來就是其他地圖的彩蛋 同樣都是信封內容 而且都是勒索者寫的 一金空島是寫給布什東的 你好啊凌恩 你是個重情重義的人 我說對吧? 首先是BFD第八隊 然後你那個特種部隊 叫什麼? 哦!殘壓隊 為了他們 就算你要付湯到火 相信你也是在所不惜 然而儘管你拼了命搶救 還是得眼睜睜看著塔里克波特死去 當你將消息告訴蘇麥拉時 他又有什麼反應呢? 現在過了這麼久 有什麼改變嗎? 還是你依然要帶著特產好去送死啊? 你真的以為你自己能救到任何人喔? 熱帶留言是寫給瑞茲 塔亞尼 艾維斯 朋友都叫你塔塔 人稱巴伊亞洲之女 我曾經啊 造訪過你居住的街道 也看過你的作品 他們非常美麗 但有點殘亂無章 但王國企業的廢棄用地還在鬧 上面塗滿了油漆 證明著你的勝利 不過油漆正在逐漸吞射 彷彿象徵著你遠離此地太久了 王國企業就像雜草一樣 它會再長出心芽 回來吸走你家園的養分 我不禁想像當你倒下時 巴伊亞洲會有什麼樣的下場呢? 極地堂崗是寫給盛奇 魏玲營人稱俠西神醫 你做了很多善事 也付出了很多代價 是的 我找到寺院了 難道你忘了導師的教會嗎? 他們再三教導均衡的概念 每個作用都有相等的反作用 你真的以為自己能逃過定律喔? 你不知道拯救一條命也奪走另一條嗎? 答案我不敢確定啦 不過你自己應該很清楚吧 還是說你連想都不敢去想 想像每當自己做出一次無私貢獻 就會有更多人受害 啊對了 無知的人最幸福 雙塔名稱是寫給歐門 第一道光不饒人啊 約翰還是應該叫你弗雷德 越是深入調查你 越是找到更多假名 馬可是尤翰 迪米崔沒有一個是真的名字 欸你還知道你自己是誰嗎? 從我在光點房查到的看來 我想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知道什麼樣的人沒有名字嗎? 就是不走正道的人 你現在已經變成一隻怪物 啊或許你本來就是 如果你成功找到答案 希望你不會後悔 天末之俠是寫給錢伯二 文森 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這場遊戲的呢? 從你這台聖埃帝安的時候 還是拿起槍的那一刻? 王國防衛企業只是一塊墊腳石 到那時你早已開脫自己的路 這條路令我佩服不已 我不清楚你的目的 但我知道這非漫無目的的野心 我不知道你的目標 但我知道你相信那是必須的 甚至可說是你唯一生性的真理 不過無論你出於善意還是惡意 最終還是得接受審判 如果情況對你不利 又或者是人們將你視為惡徒 你能終身忍受這個判決嗎? 最後捷徑之地是寫給為父 鼎鼎大名的卡拉斯博士 史上最年輕的法蘭西斯獎得主 以及單頓傑出創新獎得主 同時也是王國企業顧問委員會的首位科學長 你好你好 一切都一反風順 直到那場意外發生 自從那天起 一切都變了 對吧? 你也不例外 為了報復 你與世隔絕 並捨棄掉自己的整個人生 不知道你有沒有停下來想過 當你的怒火燃燒殆盡後 自己還會剩下什麼? 以上6張地圖 6個角色 本次4.04版本的彩蛋內容 從地圖的彩蛋來看 很明顯就是在刺激每個特務 重點是這個勒索者什麼都知道 我覺得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如果你從這些訊息有發現到什麼 歡迎留言在下方 總之特戰一豪這種劇情真的是很精彩 你要把它當成一部電影 一本書都不是問題啊 最後統整一下新角色定位先鋒 新地圖的話也許是跟羅馬競技場有關 如果還有新的消息 新的彩蛋 絕對會幫各位統整 還請各位期待一下啦 那這部影片 同樣以講故事的方式呈現 希望各位喜歡 影片也差不多到這邊了 感謝你看到最後五次瓜子 我們下期見囉 我們下期見囉 拜拜